我刚刚突然又回头发现后面学生 全部不见了 这个老师也挺开明的说 他们可能去CDM去了 晚上似乎是烧烤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巴西的烧烤是世界上最出名的 世界上最出名的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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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酒就是我第一天进入巴西的时候 两位或者四个大哥哥给我喝的酒 看来在这边是非常聪明 一瓶子 pure 试试 是 诶 喝醇的 bocino bocino 诶 他让我喝一下这个醇的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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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醇的也挺好喝 ca ca 我刚刚查了一下说是巴西的果酒 甘蔗高度蒸溜出来的一种酒 但是一般是用来作为鸡酒 作为鸡酒用来调酒 哇有点烈 我刚刚亲喝了一口 刚下喉没什么问题 过了好一会喉咙有反应 多少度的我看一下 39度 度数其实不高 调的这个酒叫做caperina 然后调起来也非常简单 几片柠檬加上白砂糖 加几个冰块 就这三样东西 再加上这个casasa酒 啊确实好喝 我回国之后要自己弄 木薯 名字叫mangjilka 酸糖瓜 其实在里面的沙拉 沙拉里面都放了冰块 面包里面加沙拉 这个池巴有点魔鬼 哇他们的氛围好好 我刚刚问了一下 今天过来聚会的 都是他的同事和学生 现在来了五位学生 然后有三位老师 在为他们做食物 这个氛围说实话是有点内陷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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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уд 我们叫他们的喵的神 喵的什么?喵的监督? 喵的监督 因为喵的监督 所有的监督都会阻止工作 这些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健康 你知道吗? 真的吗? 我没有知道 因为喵的监督都会阻止我们的健康 不太好在家里的监督 但是它是肥的吗? 对,肥的 不是不太好吗? 你说猴的监督 因为你爹的监督吃很多 猴的监督 因为是肥的 对 那么对猴的监督 肥的监督是也不太好? 只猴的监督 猴的监督是更危险的 更危险的 更危险的监督 对人的监督 真的吗? 看来吧 更危险的监督 好 这个监督 我发现很多安全的监督 而且是否有一个监督 是否也有一些监督 我发现很多人的监督 不? 不是一个监督 但我去到一棵棣 我发现很多人的监督 但我一直也喜欢 我跟住在你表演的监督 我刚刚突然一回头发现后面学生全部不见了 然后我就去问老师这学生去干嘛去了 然后这个老师也挺开明的说 他们可能去那个DM去了 他们可能去CDM去了 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关于这个事情在巴西合不合法的问题 他说当然是不合法的 然后很多DM都是从巴拉圭过来的 但是似乎也很难阻止这个在学生之间的一些流传吧 老师也只能默认 他说有一些时候也有一些警察 因为这个事情把他们学生抓进去 但还是会发生 毕竟我现在在的这个州跟巴拉圭是接壤的 可能这种事情就很难避免 南美这边的牛肉确实好吃 基本上就吃吃原味加一点点盐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 刚刚和两位老师聊了一下做家务的问题 似乎在巴西男女的社会地位上还是有一点差别 比如说这位女老师实际上感觉年龄会更年长一些 但是刚来的时候也是他在准备食物 然后到了现在大家全部都吃完之后 也是他在收拾这些所有厨具 然后这位男老师男教师 他就问我在中国是谁来洗碗 谁来煮饭 然后我就跟他说 现在中国女人的地位上升得很高了 有很多家庭现在都是男人做饭 男人洗碗 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点点不可思议 就感觉巴西好像还停留在男人在享受 看这边的男人还在喝酒 但是这位勤劳的女教师在做着所有的家务 我没有吃过了 对 如果我没有吃过了 知道的 我也吃过了 我也吃过了 我倒下来 什么 隐心 我倒下来 心疯什么 不 我们也可以 你也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